各位LGH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LINE想要來跟各位介紹的呢 就是新生命運鋼彈的宿主開箱 那現在各位看到這個呢就是宿主玩的樣子 那我們一樣呢一一的來為各位做介紹 首先呢我們要先從頭部開始 這個呢就是頭部 頭部的話呢各位要注意的就是眼睛還有就是這邊的這個 綠色的這個貼紙 這貼紙呢因為它 是從零件裡面的推出來的 所以呢它的貼紙呢有可能會被零件呢就是吃進去一些 所以各位在貼的時候呢特別小心 像賴場這邊在貼的時候呢就花了蠻多的時間 那各位可以看到說貼紙呢也有一點一點點損傷 所以各位在貼的時候呢一定要特別注意一下這個部分 那整個頭部的造型就是像這樣子 好 這就是整個頭部的造型 好 這個呢就是頭部 那眼睛的話呢也是一樣會有這樣子的狀況發生 所以各位在貼頭部的眼睛的時候呢一定要特別注意一下 組裝完之後呢貼紙呢會不會位移 好這個就是頭部 再來呢來看一下身體 身體的話呢這一次的分色呢也分的蠻好的 各位可以看到說這個呢就是它的分色 分色分的不錯 那這一次呢它在腰部呢加了一點可動性各位可以看一下 可以這樣子動 好然後再回來 這裡一段 這裡跟這裡都有一段可以移動 所以呢各位在把玩的時候呢可以多多利用這個擺出帥氣的姿勢 好 這個就是身體 接著呢我們來看一下手部 手部的話呢它的可動性呢是像這樣子 可動性呢蠻高的 那再來呢就是它的 手臂呢這邊呢也可以這樣子動 這裡有一段 另外呢這裡呢也有一段 各位可以看到說這裡呢也有一段 它可以動的關節呢蠻多的 然後手部這邊呢也有一個球狀關節 好那這個呢這邊的迴旋標呢是可以拆下來的 好然後呢再裝回去 好這個呢就是手部 好可動性呢相當的好 這個就是手部 再來看一下腰部 腰部的話呢它的分色呢也做得相當的好 那後面這兩片裙甲呢是一體成型的 一體成型的所以呢它呢這邊後面的裙甲呢是不可動的 那前面的裙甲呢賴場在製作的時候呢就已經先把它 就是切成兩半了 好所以呢它的裙甲呢是可以個別移動的 好 這個呢就是腰部 那腰部的這個裙甲呢它這次的線條呢做得比較修長一些 那看起來呢也比較好看一點 好這個呢就是腰部 接著呢我們來看一下腿部 腰部 腿部的話呢它的分色呢跟刻線呢也都做得蠻好的 那它的可動性呢也不錯 像這樣子 好然後腳踝這邊 然後呢這裡呢一樣呢有可以移動 那後面這邊的噴嘴呢也是一樣可以 調節它的 範圍 就是像這樣子 好這個呢就是腿部 那以上呢就是命運鋼彈的本體 接下來呢我們就來介紹後背包還有它的武裝 首先我們一樣呢先從後背包開始 那這一次在製作的時候呢由於它的後背包呢 有蠻多湯口呢是需要處理的 這邊呢就跟各位介紹一下 像是這裡的這個湯口 給各位看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說呢這裏呢有兩個湯口呢是略深色 稍微深色一些的 那比較深色的這個湯口呢就是打磨之後的湯口 那這邊的湯口呢是建議各位呢一定要用打磨的方式 因為如果用比刀修的話呢相當的容易會有白邊 白化產生 那另外呢這裡呢也是一樣 這裡呢也是有一個 顏色呢比較深一點的湯口 那這呢都是打磨過的 然後另外呢就是黑色這邊也是一樣 它的有幾個湯口呢都是需要呢 都是需要打磨的 這裡也一個 這裡也一個 這幾個湯口呢都是特別需要去打磨的 好所以各位在製作的時候呢一定要特別小心 那再來呢各位可以看到說這個呢就是裝上光之液的樣子 賴掌呢就先裝一邊給各位看 那另外一邊呢就是收納起來的樣子 那不過呢這裡的這個噴水呢也是一樣可以有可動性的 像這樣子 這個呢就是它的後背包 但是它的後背包呢有一個優點就是這次的後背包呢可以往後移動 可以往後移動 可以往後移動 是蠻好的一個設計 好這個呢就是它的後背包 再來呢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盾牌 它的這個盾牌呢是可以這樣拉開來的 可以拉開來的設計 那這邊呢就一樣的直接裝在手臂上面就可以拉 接著呢來看一下光束步槍 光束步槍 再來呢就是 光束巨箭 這個光束巨箭呢賴掌現在這樣子呢是把它的 效果套件呢裝上去 那如果不要裝上去的話呢各位呢就可以拿下來然後把它收納起來 這個呢就是光束巨箭 再來呢就是光束巨砲 它這個光束巨砲呢是可以這樣打開來的 是可以這樣打開來的像這樣子 相當的帥氣 然後可以再收納起來 這些武裝呢都是掛在後背包上面的 好 接著呢就來看一下這個 迴旋標 這次的迴旋標呢它是有附比較短的 效果套件 那如果是其 我記得是MG版本呢它有一個比較長一點的 光束套件呢 是可以像有點像是 光束巨刀那樣子的長度 如果沒記錯的話是MG版本會有附 好這個呢就是 迴旋標 再來呢來看一下就是它的這個 掌中雷的這個 武裝 這手部呢 效果套件是這樣 但是呢 賴場覺得呢它有一個缺點是 它這邊的這個呢是要從原本的手呢拿下來做替換的 它並沒有就是再多的零件呢來可以直接放上去 是稍微可惜一點的地方 好那這個呢也是一樣是可以拆卸下來的 像這樣子 然後呢要的話呢就再裝上去 好 那當然呢也有另外一隻手的 也有另外一隻手 像這樣子 那最後呢就是它的這個光束盾牌 它的這個光束盾牌呢就必須呢跟手部的這個 跟這邊呢做連結 才可以 好 好這個就是它的光束盾牌 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呢新生命運的宿主開箱 那接下來賴場呢就會來幫姬婷稍微做一下 修整還有呢上一下墨線 那完成之後呢一樣會拍一層完成開箱給各位看 那我們今天呢新生命運鋼彈的宿主開箱呢就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那喜歡我們的朋友呢別忘了訂閱我們的LGH YouTube頻道 那想要第一手得到影片訊息的朋友們呢也可以訂閱 也可以到我們的 LINE賞GameHouse Facebook粉絲團的按讚 那我們今天的宿主開箱呢就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那各位LGH的朋友就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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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